来看一下双子座2021年上半年运势到底如何 首先我们来回顾2020年吧 2020年诸心聚集在你们的八宫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定义双子的2020年 那我就会说你们一定经历了很多出生入死 或者是非常多的磨难吧 这个磨难呢当然也因为你的位阶的高低 或者是你所掌握的一些资源的大小 或者是对方对你重视的程度而感受到攻击 2020年双子一定或多或少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危机 这个危机也许来自于你很亲近的人 也许他是背叛你啊 或者是弄你一下啦 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很多事情诸事不顺哦 或者财务上呢有一些巨大的动荡 亦或是你必须因应哦 必须去调钱 必须调兵遣将 要怎么样度过很多难关跟危机 那也很可能来自于有可敬的对手 他在跟你竞争 让你每天都生活在紧绷当中 那我相信呢这个危机感哦 也促使了很多的双子成长不少 或对人生有非常多的醒悟哦 这劳累的2020年终于过去了 木星土星来到了新的位置 这个位置在我看来是非常好的位置哦 所以我要恭喜一下双子座了 但是你还不能松懈哦 因为冥王星还在原处待着呢 那木星土星会带给双子座们 什么样新的任务呢 首先九宫在我看来 它是一个鼓励你跨界跨领域 以及做好这个扩张的准备哦 扩张来自于比如说你现在手边做的事情 可能开始会炫出去 某种同质性或者是 这个炫出去呢不是要广度哦 我们要的是高度 所以2021年所做的事情 我们都要讲究更有高度 我不是叫你姿态要高哦 说真的双子座不用我鼓励 姿态有时候就可以很高 我要的是这件事的意义度 跟深度要更够才行哦 所以如果你是做生意 也许你要开始去思考的是 生意的意义 如果你做的是文创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把文创呢 提升到一个高度 所以有的人会说 九宫就是鼓励大家 出书论述教学 如果双子座有这样的机会 你会做得非常的好 那跨界跨领域 也是寻求高度的一种方式 因此把你手边的事 再做一个转换 或者你自己很可能也会去思考 人生更长远的意义跟问题哦 这些都是用一种非常快速的方式 在运行 这个木星呢 在五月中的时候就会步入时工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形象哦 也就是2021年对双子来说 那简直就是非一样的上升期哦 到了五月中的木星移动 虽然只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可是它却会为双子带来所谓的升官运 或者是你的事业的企图心 还有你也会接触到真正的 能够提拔你的贵人和机运 这个木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你怎么能不好好把握呢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其实四月中旬就可以感觉到了 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大人物出没在你的身边 或者是接触到非常高的高层 又或是你有了一个新的title 或者是你会有得奖的机会哦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企图 请好好地把握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守护心了 你的守护心会有两段逆行期间哦 这两段逆行期 你一定觉得比较不顺啦 可是相对的 它所待的宫位 也意味着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哦 一二月呢 它所待的就是我们的九宫了 所以水星逆行就在于 你要不断不断地调整你的长远计划 所以一二月 虽然机会很多 可是相对的 它也不断不断地反反复复 要你去思考你的方向感的问题 你到底要往哪里去 什么才是你最在乎的 什么是符合你中心思想 无缘无悔要追寻下去的地方呢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调整得好 很多双子 你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心灵导师 或者是某种理念的指导者 成为神话一般的人物 都是有机会的哦 那接下来就是六月了 五六月的时候 水星将会逆行在你的本座 所以逆行虽然有不顺的地方 比如说带来别人对你的检讨 可是相对的 你也会听到很多 别人对你的看法意见哦 是一个可以快速调整自己的一个时期 大家也会蛮八卦你的 所以在五六月之前 赶快把自己的形象打理好 以及谨言盛行 不要等那个时候 别人来arguer你哦 以感情上来说呢 理念想法是最重要的 还有你蛮有异国缘分的哦 比如说对方有外国的背景 异或是他就是个外国人 就算你们是交网友 只是靠通讯 也蛮有机会成功的哦 你很欣赏有信念 有想法的人 这个人有没有足够聪明 他能不能点出你的盲点 或者是跟你是否志同道合 这都是来变的原因 很重要哦 年纪反而不是重点了 那再来就是五月中以后呢 木星因为把你引到了一个 更高层次的地方 所以其实也会影响你的择偶条件 你的择偶条件很可能 蛮希望对方是有失业心的 然后也希望 如果对方看起来蛮体面 然后蛮会对外应对进退 然后做事非常的有板有眼 我相信也能够开启你的恋爱想法哦 那最要在乎的呢 是三四月了 三四月呢 火星可是在双子座哟 我们当然知道 火星就是让你红忙的一段时期 所以这个三四月的时候 你一定是相当忙碌的 那也很容易冲冲冲 最要在乎的就是 千万不要冲过头 因为这个火星也会让人容易到火烫伤 我希望那个时候你走的不是受伤 而是一炮而红尽情把握了 所以显然的 这个2021的上半年对双子来说 那真的是自由翱翔的月份 希望你们好好把握机会 挥别2020年的阴霾吧